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法不一 帮扶过程一一化解难题 跟这个还真的有点相像的地方 我感觉都自一样呢 不一样 不一样 你们可以看一下 在刘金平的指导下 和尚能否学以致用 敬请收看 高手来了 在江西省赣州市重一县上宝乡的梯田之上 一场迎春活动 把人们带入到了热闹祥和的气氛中 五春牛是上宝客家人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 起源于明末清初 距今已有几百年历史 五春牛是一种隆重的祭春仪式 众人池边打春牛 象征春神促进春耕 每逢立春常以五春牛的形式 来迎春为农家带来节日欢乐的同时 也寄托着对丰收祥和的祝愿 长了春牛 今年就更丰收 这就叫五春牛 对 五春牛 我看咱这里面还有好多人呢 是啊 好多人啊 这是我们的有钓鱼的 这个呢 拿熟透的 农服 农服 种田的 种田的 鲜生 鲜生 加熟的 一条长为牛的 旁边这俩呢 两个四 赶牛的 赶牛的 那您这个是什么 我这是茶婆 茶婆 春牛是用竹片和一块灰布装扮而成 由两人称起 后面跟着不同角色和锣鼓花灯 一路唱着春牛歌反映农家生活 表示乡土百叶的兴旺发达 迎春的风俗中 还有一种和五春牛一样 必不可少的传统美食 就是家家户户都要购买的 黄原米果 这种颜色金黄的食物寓意吉祥 可以蒸食 汤煮 或搭配各种食材炒 糯香味鲜 柔韧可口 早在南北朝时期 客家人将黄原米果带入干南 当地一直保留着食用黄原米果的传统 其炸的也好 漂亮也好吃 其煮也好吃 少白菜啊 小个生我们去家里去煮啊 我们爷爷奶奶啊 爸爸妈妈啊 就会煮给我们吃啊 小时候的味道啊 就是这个 然而有一家卖黄原米果的摊位 却显得门可罗雀 无人问津 求助农户 何胜 44岁 江西省赣州市崇溺县人 求助问题 黄原米果质量不稳定 这个就是咱卖的米果呀 平常这个都卖多少钱一斤 卖十块钱呢 今天卖了多少呢 卖几个万 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那您这米果是怎么做的 在哪做的呀 在我家里啊 在家做的 和胜的家位于崇溺县的上宝乡 这里是国内三大梯田奇观之一 上宝梯田 梯田之上仍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稻米 大和米 米粒短圆 透亮有光泽 并不是风产的作物 但是独特的年糯性 却使它成为黄原米果的不二材料 大哥这是在打米果吗 就是用这个棍子搅那个东西吗 这还得好几个人一起弄 大得很漂亮 很好吃 黄原米果金灿灿的黄色 欲试喜庆富有 制作技艺也颇为考究 先要冲洗浸泡过后的大和米 再放到木增里蒸熟 大和米的米质不像金米那般硬 也不像糯米的那般软 介于二者之间润而滑 米蒸熟后 您上用植物碱水和槐花提炼而成的天然色素 便是黄原米果金黄色泽的秘密 我看您这手上这都是黄色的 跟这个大米是一样的意思 你试一下 可以试 这个可以试试吗 阿姨 可以试试 已经可以试了 就是大米是吧 是大米 也好吃 它有嚼劲 好香 特别筋的 等于在这的时候已经是熟的了 要打是吧 转一下 转一下 这个棍子要转一下 慢慢地转一下就可以 它就比较好拉出来的 就是这样所有人都往一个地方使劲是吧 这得打多长时间才能弄好啊 打至少的话也要半个小时一算 打黄原米果是盖南客家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 即使在食品加工机器普遍采用的今天 仍旧保留着传统的手工制作方式 锤打过程需要多人协作 用木棍反复锤打石旧里的熟米 米中的汁链淀粉会形成比较致密的结构 密度增加 从而更具粘性和韧性 打黄原不仅要趁热 将刚蒸熟的范粒打烂 还要趁热做成圆形 方形 条形等形状 其中圆形最为普遍 象征着团圆 圆满和丰收 是中国人特殊的情感图腾 和圣一家五口人 虽然父亲已经去世多年 但是母亲身体硬朗 妻子贤惠 如今还有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 美满幸福的家庭 是她努力奋斗的动力 她希望通过米果致富 让家人的日子过得更好 因为我是以前在外面打根 我是七年才那个嘛 我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集市上也 也很满多的 那些卖米果的嘛 我就说我也去尝试一下嘛 去超越一下嘛 和圣在做黄原米果前 一直在广东打工 有了小孩以后 决定回到家乡创业 这样也可以照顾家人 回来后 发现家乡景区的发展 带动了黄原米果的销售 所以他也想尝试一下 做黄原米果 虽然自己没怎么做过 但是从小吃米果长大 耳濡目染 觉得应该不难 就按照记忆中的做法 干了起来 但是做了几批都没有成功 偶尔做成功的 他就尝试着在集市上卖 没做成功的 就只能压在手里 时间长了 口味变了 就只能喂鸡 大哥这些米果全都是坏了 对 那是坏了的 而且上面都已经裂了是不是 裂的是晒干的 晒干了 晒干它就裂开嘛 因为你不晒干 如果你在这里放下去还更会坏嘛 那为什么这些是小块的 这些是大块的 这怎么回事 这些切小了 切小以后把喂鸡嘛 每天早上一大瓢子 下午一大瓢子 天天都是这样喂鸡 如果连鸡都不吃的话 那你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浪费到了 眼下和胜就想赶快找到问题的原因 尽早开工 本期乡土专家 刘金平34岁 江西省赣州市崇利县人 从事黄原米果加工销售6年 种植大和米600亩 你看刘老师 这些全都是大哥做的坏的米果了 这个有形状不一样 然后有圆的有一坨的 这有三批米果 三批做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能看出来吗 可以肯定可以 肯定可以 你看这个的话 它的颜色跟这个不一样 你看这个更白 然后这个的话 颜色虽然说它相近 但是这个都不开裂了 肯定是很久以前做的了 那它这三个批词的 是不是都有问题 肯定是有问题的 它没有一个标准 那它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一斤多 一斤三四两只 然后这个的话就不到一斤 那这个还有这么小的 是不是 那几两只 对 这个你都做的形状都没有统一 因为没做的形状没统一 就是自己弹块 就把它切小 切小一头一头的 就想怎么方便就怎么来了 对对对 那标准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一般的标准的就是圆形 黄圆米果 这种形状 圆形的 我们这个圆形的话有代表意义 就是代表团团圆圆 也就是说大哥这边的这个米果 有问题还是出现在的 脉象不好 刘金平认为 和胜座的黄圆米果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会降低黄圆米果的商品性 而且他还发现 最大的问题 可能跟米果的色泽有关 和大哥你看一下 这个是颜色更大 然后这颜色更深 它碱水的匹次也是不一样的 没啥还会看着 淡的碱水 它做出来的米果 一个是打不烂 然后第二个色泽度不好 碱水浓的话 它打的米果全部 没有一点米芯 一个透一个亮 看起来很光滑 然后吃起来很有嚼劲 这种米果我们炒起来 两种是完全不同的口感的 碱水和面能收敛面筋 使面团弹性增大 让口感更好 更容易消化 那和胜的碱水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些剩好了碱水 对 这都已经散好了 淮花的 这个碱水有问题吗 尝一下 第一它的黄度不够 然后它的这个浓度 我刚尝了一下 它的浓度也不够 什么味的这是 你要不要尝一下 这个是可以尝的是吗 可以可以 色的味道 色的味道 是很色 就是小时候吃那个馒头 就是碱面 给人发电发过了那个的味道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那它这个是怎么回事 怎么就导致它这个 不行了这个碱水 对 这是同一批灰过了一层碱水的 这个灰的话也有问题 要做地道的黄原米果 不能用市面上买的碱面 必须用当地黄原柴 烧制的木灰 去做碱制水 这也是黄原米果 名字的由来 而专家看来 正是所谓的黄原灰 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吗 这个灰 它的不是黄原柴烧成灰 但是我就是黄原柴烧的 你认为这就是黄原柴烧了 这里是剩下的那个黄原柴 这里剩下的上次烧了的黄原柴 这都不是黄原柴 不能不是黄原柴 不是 对 不能 那真正的黄原柴会是什么样 又为什么一定要用黄原柴 来做碱水呢 有吗 找到了这边有 哪一个是黄原柴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黄原柴 这是黄原柴 对 这跟大哥那个不一样是吗 我感觉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不一样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一对比 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大哥 树枝的颜色 对 它的板子的颜色不一样 两个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的树枝里面 你看有这个纸 你看我们大哥看了这个 没有 今天我们找到黄原柴是有的 这个东西就是它的籽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一下它的叶子 叶子差不多 黄原柴它是更小 然后这个大哥找到这个的话是 更大 还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要用这个黄原柴烧那个灰呢 因为我们祖祖辈辈的话 都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就是用这个黄原柴来烧 烧出那个水 然后嫩性好 色香味很香 黄原柴也叫黄瑞木 属山茶科 黄原柴的根和嫩叶可以入药 具有解毒 止血 消肿的作用 砍回来的黄原柴要烧成灰 方便从中提取出植物碱 这种植物碱 相比其他植物的碱 不仅含量更高 而且带有植物本身特有的香气 能做出一般碱无法达到的 润滑口感和独特风味 这也是客家鲜民 劳作智慧的宝贵财富 大哥你看这区别好大 这区别大了很 是吧 是吧 你看颜色上面 大哥这个是不是发白 对啊 这个你看你这个 没那么白 没那么白是吧 是吧 然后你手感你捏一下 这个更暖 对 暖明明的是吧 这个就有点像泥沙的这种感觉 对 那这个的话就有点像 捏起来像棉花的这种 好轻啊 黄原柴作为天然碱 是制作黄原米果 必不可少的一种植物 过滤 经过反复沉淀 得到了淡黄色的碱水 接下来和生要给碱水增色 当地用的是槐花未开始的花蕾 也叫槐米 不仅是一种很好的天然染料 而且还具有清干降火 止血降压等药用价值 等于把这个东西 装到袋子里面之后 再放进锅子里煮 对 对 再来熬水 全部凍吗 对 这有多少重 我没有按计算这里 就是熬着 看它黄一点 我就少加一点 没那么黄 我就多加一点 也是凭感觉吗 对 都是凭感觉的 我们镇子里 一百斤米的话 是二两半 我们这个就把这个槐花 放到里面去 放在锅里面 隔水蒸 大概蒸半个小时左右 它这个色就已经散了 放下黄了没有 哇 这个袋子都黄了 用少量碱水和槐花 熬出浓郁的色泽之后 在对入剩余的碱水中 此时的碱水达到最佳效果 这个颜色是不是属于特别标准的 对 这是标准的 我们对比一下 它更浓 这个更浓 这个就更淡了 如果这个浅的做出来 米果是什么样 这个深的做出来又是什么样 一个是更黄 一个是更红 红的话它做出来的米果 上色之后 它就是晶莹剔透的那种黄 做出来很亮 就是金黄金黄色的 这个的话还是有点白的 颜色有差别 做出来的米果就有差别 也有差别 对 接下来蒸米上色 过程相对简单 把制作好的碱水 均匀撒在米饭上 白米饭会立刻变成金黄色 再反复搅拌 尽量让每一粒米都能上色 一下就感觉特别有食欲 金黄金黄的 好烫 好烫是吗 对 虽然烫的是手 但是其实心里边还是热乎乎的 是不是 那天做的时候才挺高兴的 就是把它快点 做成米果就好了 上好色的米饭 经过 小心啊大哥 慢点慢点 走 这就是一个桶的形状 对对对对 他要吃热打 吃热打 我看冷的他就没有粘性了 大哥这么弄有没有问题啊 他没有问题的 就是这样打烂了就行了 这样子打得很好 那他现在是热的 是要必须得趁他热的时候进行下一步吗 对对对对 好烫啊 好烫啊 来来一起来 小心小心 哎呦呦呦 哇 你可以把它撕一下小妹 可以吃了现在 可以尝可以尝 可以尝 我们尝一下他的什么味道 哇这里面还挺烫的 是是好吃 小心一点 哇热的 热乎乎的 哇 嗯 吃就好吃 这就很好吃 这个真的吗 米香特别多 是 嚼劲是吧 嗯 很有嚼劲 大哥你看 我们通过就是刘老师教我们做的那个碱水 嗯 做出来的这个米果 跟你之前做的有区别吗 有区别 有区别 对对对 什么区别啊 很好看嘛 好看 更亮 对对对对 比较有运性 比较滑吧 跟我做的米果肯定是有区别的 有他指点传说给我了 我现在都把米果做好了 最开心的 拿到的米果之后把它压扁 压扁 对压扁之后我们把它一包 这个手 我们从这个位置用力啊 这里一包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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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 慢点 大哥你会吗 嗯 我看着他 对啊 要包一下啊 阵子包 包了之后按一下 按下去 两边都包过来是吧 对包过来 这个地方一包 用这个地方 用这个地方用力 阵子一包 因为这样一包的话 它就这里就是圆的了 你说起来这个挺简单 可是做起来还是 感觉有点挺有难度的 不会是吧 是吗大哥 我觉得挺有难度的 这样扯一扯 我的圆形就已经出来了 好快啊 大哥那个怎么样 刘老师你看 好圆啊 是还不错 还不错 一学就会 再把它压扁 做好了 对比一下 其实都做的挺好的 但是你这个的话 也太小了 七八两斤 然后这个的话 应该是有一斤 一二两左右 稍微大了一点 我这个小了 大哥就大了 对 大哥你拿个蹭过来 蹭一下 这个绝对是一斤的 归零了啊 对 蹭一下 这个都是功能啊 一斤 是吧 其实刘老师的随手营重 真的是还挺标准的 你看看五多的 都大了 看上大哥这个有多重 对啊 看大哥做的这个有多重啊 一点四四 那个挪圆的时候 你先把它蹭一下 还没有达的话 就重新做 再来做标准 再来压扁 那我们这就很标准 这种标准是 怎么在评判的呢 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啊 我们做过一斤半的 做过半斤的 然后做过六两的 但是我们还是一斤的 更受市场的欢迎 我建议啊 我个人建议 还是一斤的更好 好啊 何大哥小明 你看一下啊 有两个操作 一个是棍打 一个是鸡打 刘金平从2015年开始 从事黄原米果加工 当时和大多家庭一样 是作坊式生产 但后来他发现 这种方式缺少市场竞争力 通过六年的努力 发展成了如今的 传统手工和机械化生产 同层的小型工厂 不仅实现了 黄原米果的标准化 也满足了市场 对传统手艺的需求 大哥你看啊大哥 他个个米果的大小 都很均匀 你就这样看过去 你发现他都是 其实都一样的 是是 他做面的话都是一样的 你这样看 他其实上面 都是泛着一种光泽 对 很亮 统一的形状 用黄原柴烧成了灰 合理的灰水配比 这些都是刘金平 用了四年的时间 反复试验 换来的宝贵经验 尝一下我们做好了的 你看他这个白开的时候 怎么可以拉那么长 因为他嫩性好 所以说这个Q长Q长的 怎么样 就是特别的细腻 是吧 它比较滑 还有细腻比较 好好吃啊这个 是吧 为了检验 合胜是否掌握了 黄原米果的制作技术 刘金平准备交给他 一个任务 给一个任务给你 你按照我的标准来做 我一天给50斤大米给你 然后你做好 我这边来检查来验收 如果合格的话 就拿到我这边 我来帮你销售 那太好了 对 很意外的 说我对民国他说 他会收购吗 我说你会收购的 我就用那个精心去做吗 我非常有决心 把这个错误的问题 把它改过来 把它做好 因为我想把民国卖出现 做这个民国的目标 我就是想把它打开市场 让它卖出全都去 我愿意把我自己的配方 告诉何大哥 包括更多的人 我就是希望 把我们周边的百姓 一起带动起来 有一个收入 我想更多年轻人在家里 把我们这个产业 做得更好 把我们单地的特色带出去 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我们 赞保黄原米果这个品牌 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都觉得是非常好 非常棒的 刘老师你看 这些全都是 大哥做好的米果的 好 来 我来验收一下 嗯 很有嚼劲了 灰水的配比也非常好 可以 色香味啊 这种都合作 好 来 来 来 给你吃饭 谢谢 祖先用汗水和智慧 将大自然的馈葬 浓缩成团团圆圆的米果 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承载了人们 对幸福圆满的期盼 它也必将被作为珍宝 代代传承 接下方的颜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